进博会开幕习近平评出暗语,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只关注进口的国家级展会,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毫无意外地再次以自由贸易捍卫者的身份式人,从他的讲话以及开幕式嘉宾发言的顺序安排,上都有一些隐性信息耐人寻味。 世界上的有识知识都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说,其实历史大势,就是其发展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人类可以认识,顺应,利用历史规律,但无法阻止历史规律发生作用。 历史大势必将浩荡前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这样的表态开启了他在进博会上的发言,虽然没有明确点名,但这句话,是针对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所说针对性再清楚不过。 在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似乎僵局无解的背景下,中国在此轻易国之力,创造了世界上的又一个第一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上只关注进口贸易的商品贸易博览会。 从组织安保级别来讲,这次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的级别,堪比当年的奥运会和世博会。 而美国政府作为此次进博会最重要的针对对象之一,没有派出高层政治代表出席,只是在博览会举办选。 通过驻华使馆的一位发言人公开表态称,中国必须奉行必要的改革结束不公平,而且还会损害全球经济的贸易政策此胡同和手电筒。 对此习近平11月5日在进博会开幕式演讲中,借由大量措辞予以回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 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 面对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国际投资方,对中国营商环境不断提出的批评,习近平表示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各国,都应该努力改进自己的营商环境。 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总是粉饰自己,指责他人不能像手电筒那样指照他人,不照自己。 同时习近平做出承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开出45兆美元支票。 习近平随后在他的讲话中提出了中国继续扩大改革开放的具体内容,包括主动扩大进口进一步降低关税,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减少投资限制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关注,中国国内市场缺口较大的教育、医疗等领域,也将放宽外资股比限制。 他还开出未来15年的支票中国将进口商品于30兆美元进口服务于10兆美元。 另外,习近平承诺中国将尊重国际营商惯例,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在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方面。 中国将研究提出海南分步骤,分阶段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和制度体系。 但是在讲话中习近平没有具体指出将推出哪些法规正,特保障上述措施的实际执行。 他在演讲中还用新的比喻,反驳了看衰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声音。 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大家完全可以抱着乐观态度,尽管在中美贸易战中不断陷入被动,实体经济发展不断遭遇瓶颈,国内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不断震荡下行,外币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 下习近平还是用一片大海来形容中国经济表示,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没有疯狂宇宙那就不是大海了。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对于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国官媒来说习近平的此番表态,已经成为金句多米尼加地位之声做给台湾看。 习近平讲话结束后谁第二个登台发表演讲的顺序安排也是此次进博会开幕式上的另一大引语。 结果登台的不是大俄罗斯总理梅德维杰夫,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也不是世界银行行长金庸,而是刚刚与台湾断交。 不久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梅迪娜,今年5月中国大陆再次在与台湾的外交争夺战中出手,令台湾又失去一个邦交国。 多米尼加共和国宣布与台湾断绝保持了77年的外交关系并与中国大陆建交。 梅迪娜在进博会开幕式的演讲中也再一次肯定了与中国建交的这一决,并强调在与中国正式建交前多米尼加共和国和中国的贸易额,就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 并不权并不权并不合?